我有遇過被雷 而且我被雷的 我的東西都是跟裸體有點關係 就是我被雷到就是 就是我光線 好想看 蛤 我屁股沒有好看 有點垂 然後反正就是 微微的啦 過30通常會有一點 防似深蹲 防似胸 最近有在練深蹲 有 反正那一次就是我們 就是一群女生也是去泰國玩 然後去泰國玩 通常都是自助旅遊 然後有時候你待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可能逛久了 然後你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於是我們就想說 好 這下午我們沒事的話 我們就去附近有一個水上樂園玩 然後我們就去水上樂園 可是因為臨時去水上樂園 所以我沒有穿泳衣在裡面 可是我朋友因為他們 早上有去游過游 所以他們都會穿泳衣在裡面 可是就我沒有穿泳衣在裡面 然後他們就是看到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刺激的東西 他們有一個滑水道 超級陡的 我一輩子都記得 它真的就是像這樣子這麼陡 這感覺不是一頭 太陡了 沒滑好就會飛出去旁邊 對 我跟你講 它就是真的很陡 所以太直了吧 它那個滑水道 我記得真的很直 然後反正我們就說 我朋友就非常想玩這個 然後因為那團隊裡面 也只有我敢玩 因為我膽子也比較大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真的沒有穿泳衣 然後你要我陪你去玩 那我要怎麼辦 他說反正你今天穿的是 長版的衣服 然後你裡面就是穿內褲就好了 他就這樣子跟我說 他說你褲子不要穿 然後下來之後 你還可以把內褲脫掉 然後換褲子這樣子 你懂嗎 就是有一種交替穿的感覺 Sexy 對 然後 對 然後 很Sexy 可是因為你知道 我出國我都習慣就是穿紙內褲 因為我覺得紙內褲很方便 不用穿了就丟了 你就不用洗了 對 所以我都會穿免洗褲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長版商也看不到 那我們就去玩滑水道 那時候我們就上去 然後我們都已經做好 然後你知道泰國人他們就很急 他們就很想要讓你試試看 他們滑水道有多刺激 他們都會這樣推你一下 然後所以他就說你要躺好 你要躺好 然後我就是躺好之後 然後他就忍復房 然後就把我這樣子推下去 然後我推下去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就這樣子 然後稍微要彎起來一點點 我就真的差點就是要滾下去 因為它太急 你一定要 然後我就趕快這樣子 然後你一定要躺得很直 然後可是你知道 你已經有一點點感覺要跌下去 然後所以你整個人非常慌亂的 然後你又覺得屁股好痛 因為他們滑水道的接縫處 你知道他們的做工並沒有到 非常的好 所以都會一直卡... 結果整個滑下去之後 然後姿勢又很醜 然後整個這樣 這樣子滑下去了 然後滑下去之後 然後因為對面就是我們朋友 滑下去之後 然後他們就說 搞一把褲子拿給你穿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了 然後結果我發現 因為那是紙內褲 然後它在滑水道上面 有很多起扣 起扣的東西 我紙內褲就變成 一條線一條線 整個破了 妳連線 對 它等於我剛剛 白的部分全閃 對 只留上面鬆緊的 你知道嗎 我原本會覺得 長板上有蓋住我 可是因為它太陡 然後你滑成慌亂 它整個都被掀起來 所以我是這樣子 然後衣服這樣蓋住 然後是一個這樣子的姿勢 但是成像要生產的姿勢 還好 對 其實這樣OK 遮住臉就好 真的 什麼都不好遮住妳的臉就對了 我跟妳講我只能說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那天那個水上樂園 真的沒什麼遊客 只有我們幾個 在那一區 就那一區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萬一有喜歡的對象 在妳正對面 天啊 就是 就遮住臉 會想到他嗎 會喜歡讓他看到妳這樣 我就跟他說 我會除毛 給他一個全新的自己 對不對 我也帶來很多歡笑 對 可是我就是被朋友害到啊 被慫恿 對 被慫恿 因為我很容易被慫恿 我是有被我最愛的人黑到過 對 因為平常我是一個很喜歡爬山的人 那我爬山去的時候 我都會穿假腳拖鞋 這樣換鞋比較方便 我就會帶爬山的鞋去 好 那我跟我一群朋友 去了之後 我就準備好 只要換鞋了 假腳拖開始換 我就早上抓了鞋出門 拿出來 好 沒錯 跑鞋 好 第二隻腳拿出來 因為也是這個袋子 這怎麼穿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最愛的媽媽 她是個整潔狂 我很愛 她又是天兵型的 跟我一樣 就會沒事 我都已經整理好 妳收納正 我幫妳收納 她自己覺得自己有收納的功能 開始換 換 所以我早上這樣子 早上起來的時候 抓的時候是這個袋子 我以為是同樣的鞋 抓了就走 結果這樣我怎麼爬 我只好穿著我的假腳拖 爬山 爬了三個小時上山下海 真的很危險 還攀岩 萬一假腳拖再斷 而且沒有剝落 好衰 好衰 所以就被黑到了 真的是 這是有一次也是被我媽雷到 妳媽很容易雷 對 我覺得媽媽真的很容易雷小孩 因為我媽很怕我出國 就是例如說穿不暖 或是衣服戴不夠 所以她就會在我出國之前 她都會幫我check一下 就是說我的行李OK這樣 就有一年我跟我男朋友 去日本過聖誕節 我行李都已經收好 我買了超多漂亮的衣服 當我開心到日本的時候打開 我跟她我整個大傻眼 就我的內衣 性感性的內衣 被換成那個洗到泛黃鬆掉的 媽媽懂你 媽媽懂你 什麼媽媽懂我 不是 這就算了 媽媽懂你 你知道我們新買的全套的內衣 內褲給你換成那種 洗到泛黃的 對 這也就算了 我的睡衣給我換成 起毛球的衛生衣 她沒冷 對好沒關係這就算了 這就在家裡看得到的 所以她最厲害的就是 她連襪子都給我挑那種 大拇指破掉的 對 結果你知道 因為日本有一些餐廳 不是進去你都要拖鞋 對 你知道我一拖鞋子 一當下 大拇指跑出來 店員就 我帶媽媽這樣換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她就跟我說 因為她知道我出門 就是購物都會買到爆炸套 她說你知道你就穿一套丟一套 穿一套丟一套 多麼的省行李 而且重點是你那些衣服 就不會髒髒臭臭 她其實是為我設想 但是因為我媽這次事情之後 我以後行李一收 我就立馬上鎖 而且我要換了 心李箱鎖的密碼 你知道媽媽的貼心 常常會毀到女兒 一場浪漫的約會 你知道嗎 千里太少去日本放鬆 被她雷成這樣 你 要晉露 也不止 你 最後 會不會有事 我為你 為妳 要 Lily 我嚇死在 你 我 你